今天是高雄放台风架的第四天 那么可以看到整个高雄街道都是陆树倒塌的一个情况 那么环保局的清洁队从今天早上开始就已经来进行这个清运的工作 那么国军也投入了一千多名的人力来进行帮忙 因为可以看到现场这个陆树全部都是比较大科的部分 所以都要出动这个大型机具来切除来做这个清运的工作 那么刚刚呢这个陈其迈市长呢也来到了现场来视察市容的部分 我们来听一下超早的访问 投入救灾的护原的部分也包括了这个总共 我们有一千位的国军官兵弟兄姐妹 投入救灾这个三猫那个吊爪车等等各式一样的这个机具 也都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协助 那另外我们高雄市大概以七人为一组 那我们高雄市大概有六十组左右的器械 那家人员的这个机具 那现在都已经在各主要道路在迅速的 希望说在今天能够恢复主要道路的这个交通的一个通畅 好那么可以听到呢这个陈其迈呢有表示说今天主要这个清洁复原的状况呢 主要都是为在这一个高雄市的主要道路先进行抢通 让车辆可以通行 不然是整个路数全部倒在那边也都没办法来车辆通行 那么他也表示是说这个三天内呢 会是希望尽量能恢复整个高雄市的市容 那刚刚他也有提到说因为这个路数倒塌的范围比较大 而且这个路数大约都是二十公尺高的路数 如果要做这个清除善后的话都要花到两到三个小时 所以是整个工作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稍后呢整个这个环保局呢都会一路的进行 这个清运的工作直到结束